OK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指令啊 我们这个指令呢 其实以前啊 已经学过的了 就是v-if 还记得吧 还记得怎么用吧 第二零啊 第二 然后呢 写一个v-if OK 这是不是个判断呀 好了 那v-if呢 旁边还跟着谁呢 叫v-else 这个知道吧 明白吗 OK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写 我写我写的简单代码 然后呢 我要求呢 你给我改一改 可以吧 好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 你来看啊 下面呢 我先写一个div出来 能看到吧 好 我先写一个div出来啊 OK 那么现在呢 注意这里写一个v-if 然后呢 等于 等于 然后里面呢 我就写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 我这个date里面的值 就写一个type吧 写一个冒号 它的值呢 假设说 我给它写一个f 那里吧 如果这个type的值等于a 那么这个div就给我展示出来 能力吧 最后此时呢 我就应该怎么写的 应该写 直接写啊 type 这一注意等于等于 哎 能不能能能理解这意思吗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就展示啊 我是A 我是A OK 能理解吧 那么此时它是f 对吧 能展示吗 就不能展示啊 我们来试一试啊 好 那么现在是不是啥也没有啊 OK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检查这里啊 把其他呢 先关掉 OK 现在呢 打开我们的board这里 然后打开div 你看这里 是不是隐藏起来了 没有了 标签就没有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type呢 改为一个大写的a 能看到吧 好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再来看一眼啊 这里刷新一下 有吗 是不是依然没有啊 哎 注意 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判断里面 在一开始 原来我们从这里判断的是什么 还记得吗 是这个type的值为去或者false 为真或假吗 现在我要具体判断它是不是某一个值了 能不能理解 所以此时你这里写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字符串的判断啊 这是个字符串啊 注意啊 在这个地方请注意 一定要使用绝对等于 能理解我意思吧 就是所谓的全等 是不是等于一个字符串的 哎 这个要用1号引起来 能理解吗 所以啊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vue中的这个v-f判断 不能和我们的gs里面用那个什么2等3等什么都行啊 现在不一样啊 你必须使用三个等于 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啊 啊 ok 那么因此呢 这里 我们直接刷新 ok 能看到了吧 好 那么当然了啊 这个地方呢 你直接给还是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地吧 行吗 保存一下 那么此时还能有吗 没有啊 因为它判断的时候不成立啊 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啊 ok 那么好了 现在呢 我有一个要求啊 有一个要求 啥意思呢 我这里啊 这不有一个v-f吗 好 那注意啊 v-else呢 是这么写的 else 能看到吧 然后呢 如果你说 哎 那不对啊 那还有一个elsef呢 注意啊 elsef是v-else-ese 能不能理解 然后最后一个 来 再付出来一个啊 才叫什么呢 才叫v-else 是最后一个 这个else和elsef这个知道吧 那么其中呢 else 注意啊 和我们的gs里的这个逻辑是一样一样的 你这个else他有条件吗 没有 是前面所有条件都不成立的情况下 是不是他才有条件 ok 是这个意思 能看到了吗 能不能明白啊 ok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再来啊 这里判了一个a 然后呢 判了一个b 能理解吧 然后这里呢 就写一个我是b 然后这里写一个我是b 啥也对啊 啥也不是 啥也 呀 不是 好了啊 我啥也不是 对吧 我的样 能看到吧 那么现在呢 给他是不是来了个d啊 ok 那我们点开来看一看刷信 啊 我啥也不是 对吧 啊 这个是没错的吧 没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再多给他来几个 c 啊 d 好 c 然后来一个d ok 保存一下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了吧 现在是不是还是个d啊 那么如果是d的话呢 这暂时吗 那我是d 对吧 ok 这是正常的吧 没问题吧 ok 那么现在呢 我要去啊 写一点东西 或者做一点好玩的东西 啥意思呢 我在这里啊 能不能写一个文本框出来 文本框呢 就是一个test test啊 ok 这个test里面呢 注意很简单啊 我啥也 我啥也 我就放在这 我就放在这 然后呢 保存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就给他来一个空 能看到吧 目前是不空的啊 那么他应该简是什么 是不是 啥也不是啊 好 刷一下 然后呢 注意 我这里输入一个a 你下面就给我变成我是a 我输入一个d 你下面就给我变成我是d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能不能要这个需求吗 就是这些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想好了 你只需要能够在用户输入什么 你就给我相应的展示出某一个标签就可以了 能不能要我的意思 能理解这个需求吗 ok 那么现在你来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 来啊 注意啊 刚才给大家安排那个任务 什么任务呢 就是我能不能在这个文本框里输入啥 你从这里就给我显示出什么 对吧 其实怎么写呢 哎 我撤回 再撤回 哎 写吧 维告model等于typ 好了 完了 完了 写完了 就实现了 对吧 我就说连一号子都不到十十个字母出来了 刷新啊 来看好 输入a 看到没 再输入一个b 看到没 再输入d 看到没 什么都不输 看到没 对吧 我输入个别的 比如像tr之类的 看着 是不是 再输入一个b 看到没 再输入一个t 看到没 能看到吧 注意啊 那老鼠 我想不到啊 你怎么就想不到呢 注意啊 所有东西是都交给你了 有有新值点吗 没有啊 真没有新值点啊 我让你写的东西 注意啊 你说你怎么实现不了呢 人有同意怎么实现不了呢 人知道为啥 怎么写呢 来 注意啊 你来想 你学过双样数据文明吧 你学过单样数据文明吧 好 双样数据文明 烟面中的只改变 那么 所以 唯有一个数据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受到吧 那么 唯有一中的数据有个改变了 会不会影响在Yaml的数据 会不会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加一个什么 维港猫的绑定实验 这个type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请注意啊 你这个维港F一样的实验 是不是type的值 这个东西啊 只要type的值改变 那么你这里的内容会不会发生改变 这不就是单项数据网定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表单里边利用什么 利用维港猫的防律实验 防律type 那么此时就像是什么 现在说 我们通过页面把值改变 那么值会影响到我们的Voe 而Voe 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谁啊 维港F 是不是啊 这不就实现了你的影响的效果了吗 你的文本块里面值一改变 好了 他改变 那么跟着谁啊 他是不是也可以改变 能不能理解了 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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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好了 那么现在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我不用Voe 我也想实现现在的效果 能理解吗 如果不用Voe 也不用GQ 我想实现现在的一模一样的效果 明白吗 明白吗 怎么怎么写 知道吗 不知道是吧 好 不知道没关系 来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作业 不使用Voe 实现相同的效果 不使用直接直接写吧 不不不也不使用啊 就什么呢 使用与纯元生 哎呀 我这个啊 使用重与纯元生GX实现相同效果 啊 好了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作业啊 啊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复加作业 你想都去做 不做拉斗能力吧 那么也吧 你别啊 我那不会啊 嗯 是吧 又开始给我撒娇了 别啊 你复加作业 想多做不用拉斗啊 OK 当然了 我呢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可以吧 我给你提供思路啊 首先给这个文本框绑定一个什么呢 叫做昂影铺铺铺的实践 能力吧 然后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啊 增删给这个盗墓元素的也也行 但是呢 我不建议用 我直接建议用什么呢 微钢式我知道吧 微钢式控制的什么 是不是那个display 对吧 OK 你在JS里面把这些DIV全部使用JS控制display的那种就行 你直接怕呢 因为他的值改变 你是不是能出发世界 世界一出发好了 你就去干嘛 就去去操作他们的display就可以了 只改变某一个他的display的值就行了 你这里边是谁 那你就改变谁就完了 对吧 默认所有的display全部都是那 能力言吗 你这个文本这个这个文本框里面展示的谁 那你把谁改成什么 把display删掉 他不就出来了吗 或者display给他一个空 他不就出来了吗 对吧 是的意思吗 自己想办法实现去 好了 OK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写的一个附加不易啊 然后呢 我把它拿给拿回来 那么现在呢 注意 V-F V-Ls-F V-Ls 会了吗 都会了没 OK